虽然马六甲西蒙州议员已经通通出来力挺阿德里 那告诉大家所谓的马六甲组后门政府根本是无稽之谈 但是无风不起浪 从早前敦马出席马来人尊严大会跟巫衣两党的领袖排排坐 阿兹敏出席但是安华却不被邀请 那到西蒙突然发文告爆出西山木丁密谋策划 拉拢反对党议员去成立把行动党跟澄清党排除在外的新政府 再到昨天巫统领袖吴端端跳出来挺敦马 伊斯兰党的总秘书又宣布该党的18名国会议员都会支持马哈迪 那在这些解读意味浓厚的动作看来 江湖上的那些传闻似乎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面对堆马究竟会不会遵守诺言交棒给安华 阿兹敏或者其他人会不会成为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 让安华首相梦碎 那安华在接受土耳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有首相的梦想不是罪 但必须要获得大部分国会议员的支持 安华接着一有所指的说 你可以梦想当首相 但不代表你可以改变现状 面对在野议员和土团党议员合作 支持马哈迪继续当首相 不需要半途下车让位给安华的传言 安华是一再地强调他不担心 而公正党通讯局主任法米也放话表示 安华是西蒙共同选出的人选 要推倒安华 简直是在做梦 他们根本不会在意 所谓的宝马行动是不是真的 那西蒙内部是不是暗流汹涌 马来邮报今天的一篇分析报道 就引用了一句马来谚语 用中文来说就是无风不起浪 那来形容最近的这些传闻 报道引述分析员的话说 如果西蒙内部是团结稳固的话 那么就根本不会有这种传闻 或者这种传闻呢 也不足以动摇西蒙 但是从西蒙领袖最近 跟乌一两党的领袖 出席马来人尊严大会 然后行动党议员刘天球 批评马哈迪还有土团党 这就凸显了西蒙的凝聚力 还是很脆弱的 另外报道指出 马哈迪跟安华在交棒的 这个事情上闹不合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而双方现在也很明显的 在寻找自己的支持者 但是报道就直接点出 人民其实已经受够了 政治人物玩弄的情绪 现在大家根本不在乎 谁是下一任的首相 大家在乎的是国家发展 是经济发展 而最可悲的是 西蒙根本没有花时间 去调整经济 法纳尔一直沉迷在这种 权力斗争当中 而如果人民厌倦了 西蒙玩弄的政治情绪的话 那么这对西蒙将会是 很大的打击 因为保守派的选民 他们依然会继续支持 右翼的巫统跟一党 而开明派的选民 却可能会因此而不选择投票 那么这样对保守派会更有利 那其实真的 那只要看到执政党是认真改变 去改善经济政策 而不是搞政治的话 人民肯定会继续支持西蒙的 不过如果未来出现 更多类似的言论 西蒙领袖还是继续 互相攻击的话 那么这对西蒙来说 将会很危险 因为他们会失去更多的支持 也会吓跑本地 还有外国的投资 那投资者最终 会因为这些争吵而决定 等到顺利 就是首相交棒之后 才继续投资 因为他们也担心 当政权变动的话 会因此而改变整个经济环境 那所以西蒙 与其大动作的 去指责西山木丁 说他搞什么宝马行动 倒不如管好自家的事 因为现在这段时间 其实是摧毁西蒙的最佳时机 西蒙必须要 好好地稳住内部 那当时土团党和西蒙合作 主要是为了推翻 时任首相纳吉 跟国镇政府 但是土团党跟西蒙 联姻两年之后 很多情况处于 不稳定的状况 加上继承 还有各种施政的问题 让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明显 所以马来邮报的报道 就呼吁西蒙内部 应该要停止公开指责 注重在发展经济 要不然西蒙将会被自己的权力游戏 给搞垮的 阿 Welsh 按住 我姓 按住 咱 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